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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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道 是不是一个 集贸市场 那边好多都是卖 卖水果的 人太多了 我走这边 这里面一条街就是卖肉的 豆芝啊 豆浆 也有店 哇 这个感觉好有 好有年代感啊 这是卖豆腐老的 黑豆浆 你看一个豆浆都要卖10块钱 小碗的 豆腐花是17块钱 凉粉19块 像我们的豆花才 5块钱了不起了 3块钱 嗯 好香啊 走出去看一下 这边走不了 剪头发 这剪头发30 剪头发还行 就能够和国内的差不多 剪头了30 我们的也要30啊 剪头发不算贵的了 这边太多人了 走不动完全 看下这个番茄 7磅 12块钱 2磅 偶尾 我们的偶 8 8块钱一斤 伤口 牛肉果 汤是在山姆买过的 30块钱一份 30万3个 没有三母卖的贵 红薯十块钱一磅 它这边的菜感觉不贵 但它吃的为什么卖那么贵 它是不是因为人工贵 它其实菜我给它看一下菜价好像也还好 不是贵的那么多 看红灯 大部分人都没走 就算有人带头走了也有人都站在这 规矩还是蛮好的 算了 在我们那儿要是有人床了 后面肯定有人跟着 就会跟着一起过了 从重心里就会跟着过 心里想法不择重 看能够摆摊多好 这没城管吧 还是蛮自由的一个地方 看见那个没有 那是两个残疾人在路边卖艺 乞讨 这是我这两天在香港感觉 就是香港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啊 包括人对吧 有人那这里还有残疾人上街啊啥的 我们那边残疾人好像看的还比较少 可能我之前也没很注意吧 我昨天还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星巴克 不麦当劳 那个麦当劳是24小时营业的 里面还有好多在那儿露宿 也不是说露宿街头吧 他就睡在里面 那个也没有赶 麦当劳里面也没有赶他们 觉得 就感觉社会还蛮有温度 蛮包容是吧 买地摊啊 卖艺啊 这路上也没有听到那个滴滴滴的电喇叭声 电动车喇叭声 汽车声音 这是我也说过几次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这几次 这两天不是天天都在跑银行吗 银行里面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接待呀 他都是年龄大的老人 也都是女性居多一点啊 都是五十六十岁 我感觉六十岁都有了 六十多了 在那接待 然后真正跟我开户啊 审核呀 在电脑上面操作的人呢 那就是年轻人 其他的全部是年纪大的 现在香港这个三送饭 什么二送饭 就是我所说的盒饭 香港最近好火的 到处都能看到 这个 这个也是 三送饭两送饭 四十块钱好便宜啊 三十六 两送饭三十六 哇 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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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这还实行墓葬吗 土葬吗 还卖棺材吧 嗯 我是住在哪儿 油麻地 对 油麻地住了两天 然后还准备在这里待三天 我这个签证 在香港只能够停留七天啊 所以我就待五天吧 然后就准备回去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酒店 我还是想住的这块福气 因为这边还是比较热闹的 然后待了几天也比较熟悉了一点吧 所以不想换别的地方 虽然知道这块住宿寸土寸金 收费也蛮贵的 反正我一个人啊 也不那么讲究嘛 去稍微圆一点的区 可能便宜一些 然后住宿条件可能会好一点的 你别说这块啊 我待着这几天 我就没有看到天 看不到天 你看这房子 都上面 都被这个大楼给挡住了 看不到天 所以这里旁边 还有一些小公园 还是蛮难得的呀 我现在还是油麻地吗 这还是属于油麻地吗 但是这边 我感觉往 左蹲那个方向要更精了一点点 油麻地 对 这还是油麻地 就是我还是住在这儿 现在往油麻地和左蹲的那个 车站之间 租过去 这就是 到时候给到这里灌一灌 车上全是日本车 对吧 这两个车怎么着 这两个车 也发生这种 互相 不让他插杜A是什么 啥意思 那样的 马萨拉迪 哇 有钱人 香港这边 仰台车应该都蛮贵的 路这么窄 对吧 然后 对 往这里 好像要变灯了 过过去 幸亏没过去 那边是什么 看一下这个水过多少钱呢 80块钱一盒 这一盒有12个 车里椅子 澳洲的 240一盒 提子 80一创 蓝莓50一盒 我看一下 20 前两天 逛过庙街 夜市 哎 你没发现我 第二次找酒店 居然还走 就住在这附近 出来 看一看找吃的 发现哇 这块好多人排队啊 你看 刚才有一家店也蛮多人 也蛮多人排队 我说到这来逛一逛 小夜市啥的 后来发现你看这个 这个叫 星际 菜馆 它有一个门面 两个门面 三个门面 四个门面 然后这一块你看 这都是当地人啊 你们都是过满了等着翻台子的呀 是卖宝宅饭的 天哪 声音怎么这么好 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从众的人 他越有 就是怎么说 越有人排队 越不去吃 但是出来旅游的时候呢 看到当地人那么多人排队的时候 就 还是想去尝一尝的冲动 但是这个人流太长了 我感觉 哎 这里还有个 像是 吃宵夜的地方 也好多人的 这种小吃啊 感觉 老仔饭 哇 超多人 这里是不是很热 老 吃海鲜 我看到 桌上面放着 哈哈哈哈 哎 这里是不是吃海鲜 那地方 就这一块啊 就这一点 哎 这里还要洗衣服的 哎 我要去看看 我那个酒店啊 那么贵 还没窗户透气 我洗了衣服 我感觉干不了 都是棉的短袖嘛 我问那个酒店有没有自助席 或者轰干机 或者晾台 晾台 他酒店说 啊 我们没有 我说那我晒哪呢 他就晒在 他说你就晒在房间里面 我都怀疑干不了 刚才过来看到这里有一个 自助洗衣机呢 这个怎么收费啊 营业中 这样子 可以到时候研究一下啊 这边洗衣风干机 干衣机 这边都是干衣机 然后洗完了 拿过来 下面是洗衣机 下面下面一排绿色的是洗衣机 上面是烘干的 怎么收费呢 巴达通这边 就可以消费了 自动扣钱 是吧 这个意思不 咖喱嘛 咖喱饭 咖喱饭 超多人喽 那边还有一家 大家去看看 也是超多人的 哇 这么冷啊 还在喝啤酒啊 冰啤酒 这晚上可能多一点 我到时候工作日中午过来吃 肯定就能够吃到了 我感觉 你看 我又坐得近 怕啥 叫四季保仔饭 好带 好带 这里面也要超多人 72块钱 三拼保仔饭 90 你看 这排队又来了 这个人像比那个少一点点 还有吃个保仔饭的 八十几块钱 我排队咯 快看 快到了 快到了 忍不住了 不想等到以后呢 前面都在议论吃什么 我一句也没听 不知道他们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吃啥 腊肠滑鸡饭86 还有三拼的保仔饭 90 滑鸡饭82 点个最贵的算了 白扇 扇鱼跟滑鸡饭 99 吃个最贵的 是不是会好一点 然后这里还有个好比 好比没有小分的嘛 这个小饼70多块钱 天呐 其他的汤就吃不下了吧 这是菜价 饮料不知道多少钱 快到了 快到跟前了 一位 对 坐着还是现在点啊 坐着点啊 好多人啊 超多人啊 坐哪里啊 坐这儿 我要一个白扇滑鸡保仔饭 还有那个好比有没有一份的小的 小的 然后饮料有吧 可乐 可乐 哎 这三个 它是可乐是不是套餐啊 六块钱啊 要赚六块钱 哦 好了 好了行 我完了 不用给票了 很期待 40块钱啊 排六块钱啊 排六块钱了 排六块钱就死了 大概然后 那个游客 庄面小了 骋人 每天最后 那个游客 是不是之前吃的 没 他们好像很認識没有 家 大概有几十 我也是当时有见到 你真吃的 有个游客 我多了哈 我把它焖一下 吃完了 这个 这个好饼 鸭蛋好饼 我觉得可以 这是吃的里面最好吃的 它是用那个鸭蛋黄 然后把它煎成酥脆酥脆的 炸的还蛮脆的 烤肉还蛮大颗的 油还是比较重的 就是比较油腻 你们毕竟是油炸的嘛 然后要两块 虽然是点那个小的 但是两块 说吃多了就有点油腻 后来当地的朋友就看到我吃 他就说给点酱油 然后再给点酱 给点酱料 然后再一蘸就把油腻位置 压下去了一点点 就还蛮不错的啊 就是量大了一点 两个人吃一个人一块就比较好 然后那个 白萨滑鸡 宝仔饭呢 我觉得一般般 那个一般般 可能太忙了 或者火候可能太大了 包的时间 不够 那个饭的颗粒就没有颗粒感 然后下面又烧火了 火大了嘛 白萨还是蛮鲜嫩的 包括它的肌肉 肌肉也是比较冷的 主要还是因为生意 生意太火爆了 赶着生意嘛 所以它的火候啊 这个上面差一点 行 吃饱了 去一个地方 消遣 冷的 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时 转发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